把你们俩叫来 就是想告诉你们 我退了 大局已定了 接替我的人是段大可 改良派 他原来是在集团 负责科技产品子公司的开发 搞节目 不怎么赌 他来了我就担心 有一说一的命运 这一场一个深不可测的枪湖 讲究查验观测 讲究人情事故 更讲究隐规矩和潜规则 职场江湖中 语言艺术显得尤为重要 要学会说话 更学会听懂别人说话 领导要退休 绝不会单纯给你一个通知 你需要等待领导接下来的指示 可领导并没有直接给出指示 而事先介绍了接班人的基本情况 话里话外 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无奈 这叫什么 这叫预防针 这是善意的提醒 这就是人情 更壮的是 领导是想提醒你 没有我 你们的节目将会举步维艰 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我的安情 那么你该如何回应 谁来接班 不归你管 别随便发表什么意见 更别强调什么 谁来都是领导 谁来都会积极拥护和支持 这是大忌 尤其在即将退休的领导面前 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只有一个 别让领导感觉人走茶凉 感恩戴德的话 需要尽情挥洒 始终如意的承诺 必须体现 来听听严守一的满分回应 首先薛总 我得感谢您对友谊说一的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关心 应该是这么说 没有您薛总 那就没有友谊说一 没有友谊说一 就没有我严守一 我们也没有废墓 我们都不存在了 接班人是谁 以前干什么 将来干什么 别管别分 已成吉利事实 那就别给自己找麻烦 感恩戴德就行 让即将退休的领导 找到存在感和成就感 这个时候 你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马屁功底 领导需要这个 再请注意严守一回头 看向废墓的细节 这是征询废墓的意见 绝不轻易代表别人的最好示范 只是薛总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让你感恩戴德 就是为了让你懂事 也就是说 领导需要你做点什么 我今天把你们叫来 想麻烦你们一件事 你们别再麻烦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什么事 集团准备给我们这几个退了 开个欢送会 后来又都各搞各的 我当然也不能免俗了 也想办个晚宴 招待一下合作伙伴 和过去的老朋友 徐总 全明白了 这事咱们友谊说一 就给操办了 是吧 对了 既然已经听懂领导的意思 为什么非要让领导主动说出来 主动一点 抢在领导的前面 既能省去领导的尴尬 又能表现我们的董事 何乐而不为 更何况 本就是栏目组出钱 你只是行领导所不变形而已 说白了 这就是一份顺水人情 不要白不要 董事最能换来欣慰 薛总自然高兴 好 我没走眼 你们俩都是好同志 这事太突然 这消息我一时半 我真接受不了 再请注意 严守一的反应 再度回到了薛总 即将退休的话题上 总是不舍 甚至有些难以接受 送佛送到夕 演戏演到底 这个时候的领导需要你懂事 更需要你动点真感情 关键时刻一滴泪 胜过平日一盆水 这就叫人情世故 这就叫会做人 朱军 还是要学习 一定要学习呀 这就叫人情世故 啊 那不舍得 我还能够 我还能够 找人家